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有决心整顾公共财政 逐步将政府收支回复平衡 陈茂波在网站说 验证就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听取国家意见 市民关注政府财政需要收支平衡 亦需要捉紧时机 拼经济谋发展 他说过去几年疫情 政府动用大量资源防疫抗疫 公共开支急速增长 他说保持公共财政稳健 过程中需要兼顾现实的情况 与社会充分沟通下 共同努力推动 不能够太慢 也都不可以操之过急 不适当开源 增加政府收入是必须 又说部分公共服务收费 长期未有调整 用者自负原则下 收入远远未收回成本 或者是事后调整